不知不觉张兰已经带孙子孙女日本游七天 前几天张兰还有经历开开直播发发视频 临近分别的日子了 张兰恨不得每天的时间呆成八份用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只嫌少不嫌多 7月23日张兰终于晒出一则视频 分享自己和孙子相处的细节 一直以来乐于培养孩子们独立和勇敢精神的张兰 这次带他们来到了东京最高的塔 里面还有水族馆 最后张兰还帅出灵儿和她的合照 照片里灵儿正面照曝光 罕见没有打码 不过戴了一个奶奶的墨镜 鼻子没眼是想及了汪小飞 妥妥的小帅哥一眉 昨天汪小飞直播时就说 张兰每天陪孩子们玩很辛苦 不过弟弟已经和奶奶无话不谈 这就是付出的回报 独一无爱的亲情 这次家人团聚 也有很多人想看到孩子们被带回北京不养 对此张兰也进行了回布 她说万事一定要开心 一定都要往好的方向去想 一定要努力永不远迹 真的是一个很正能量的奶奶啊 孩子跟在她身边也能学得很好吧